现在的夏党 养在生归待能时的生态农产品 已经走出了大伤 走进了千家万户 2015年初 我们注册了夏乡的味道品牌 在这个品牌的带动下 我们自入消费扶贫的这个理念 开创了全国第一个扶贫定制茶园 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技术 安装了可视化可追溯的这个系统 解决了从茶园到茶杯的 这个消费蛮区的这个问题 最初的时候 我们是以只卖茶园不卖茶的方式 向全国募集爱心茶园主 那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在此基础上 深化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模式 把全乡的所有茶农 都纳入到我们的合作社来 进行统一的管理 经过统一的管理 不但确保了我们茶叶的品质 而且还增加了群众的收益